矮人你好 大家好 寶珠姐好 寶劍好 自從這個空中飛人 阿赫哥好 阿赫哥說話 自從空中飛人這個節目沒有了之後 其實空中飛人之前已經沒有見了小米人很久了 他小小大小超 除了去吃蕉之外 都沒有 他好像是厄蕉的 我明白的 他就顧著厄蕉 已經對這個空中飛人 對這個飛機差已經沒有興趣了 幸好今天很榮幸 寶寶搞什麼鬼 終於可以請到小矮人了 開波之前 我就想 小矮人 我也不知道現在做什麼工作 但是 未開波之前 我就想問 收到封 6月航空公司就會大裁員 上一次10月的時候 就裁了很多空中服務員 小小的飛機師 大部份都是空中服務員 還有一些外國的 愛站的同事 辦公司好像沒有炒任何人 這次 已經規本得厲害 廣東 江湖傳聞說 快沒錢出糧 這次就會 大多一點 就會裁很多機師 你有沒有收過這個封呢 沒有 因為 其實為什麼我 你封閉自己 沒有收封 不是啊 不是啊 因為你說 為什麼我不想飛人 只去壓招 有原因的 就是我根本覺得 自己脫離了這一行 我還想來裝飾嗎 是不是不是很好 當然是說別的有趣 有專業態度 當然啊 沒有理由在亂來 所以我就覺得 不要去搞飛人 你都說得很對 沒有飛就不要做 這是空中飛人的節目 所以我們也停了 是不是啊 沒有飛就不要在那裡拿樓灘 所以我上去壓招 因為沒有東西做 坐在那裡壓招 是不是 上去壓招 所以現在 終於都可以不用說 之前做的事了 就可以自由發揮 那就回來 是啊 是啊 這個節目任由你說 是啊 所以我沒有收到風就是這個意思 我已經脫離了這個圈子 是啊 那你現在做什麼工作 我現在是 是不是要我們猜 我猜 我想猜應該難一點吧 你猜一下 猜十輩子也沒猜到 應該猜不到 不是啊 我猜你 不如我給你三次機會 好 給你三次機會 但我會不停地問一些問題 去插一些貼紙 都可以 都可以 是不是跟育兒有關 因為你現在基本上 我發現 我有你的IG 我看你的生活 你不要享受 覺得很好看 好像看一個 小朋友 又不懂 就是 又睡在那裡 慢慢走走 變成現在彈來彈去的成長過程 好像看著那個嬰兒成長 那 我感覺到你24小時 包括睡覺 都是跟小朋友有關的時候 你是不是跟育兒系有關的工作呢 是啊 天才啊 天才啊 我不用三次機會 已經 但你育兒系都 職業可能會比較難 雖然是那個 區域 真的有個職業的門派 有的 例如說 BB 育成員 有個名字 真的 跟BB有關 一定是 你說的那麼厲害 是不是跟那些 語言指導有關 就是那些BB不知道 那些 其實 你說我講話很厲害 但是教人講話不同 就是自己講話 所以不關這個事 免得誤人子弟 寶珠姐有什麼想法 如果已經收窄了很多 聽我們 聽我們講完之後 在猜中 但是範圍真的很大 跟BB沒有關 跟教人講話沒有關 跟BB都有關 她說是育兒 其實也有關 有關一點 我知道了 你在網上買一些BB用品 不會 那些真的不行 你就會 不行 我不行 因為一天要覆成千個 那些 Message 做不到 跟BB有關 是甚麼 我想到了 很簡單 陪月完 這個我不會做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自己 懷孕過 亦都 產後情緒 那些 不要亂來 這些陪月的事 寶珠姐你那時候沒事嗎 你產後的時候 沒什麼問題 抑鬱了 因為連兒子都死了 所以還不抑鬱嗎 你 那個臭小子是我 你說的 很頑皮 你經常跟別人說 我是你媽媽 你不承認我這個兒子 你不承認我 不是 這個叫不肖子 大哥怎麼承認 對呀 又在想 跟小朋友有關 又不是買嬰兒子的東西 又不是說 真的很難的 我先問一個問題 跟媽媽有關 還是跟小朋友有關 其實兩樣都有關 你這個也問得起 嘩 你聽下去 不是呀 因為你聽下去 我覺得這個飾業 很厲害 池帶怎樣修復 應該沒有問題 解決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呃 池帶血 收集完 不是呀 剛才阿寶堅沒有說 關媽媽還是跟嬰兒子 但通常聽下去 這個標題 會以為只是關媽媽 其實不是 其實是 媽媽和嬰兒都關事 這個職業 跟媽媽有關 如果從名字來算 你會覺得應該不關嬰兒子 但其實是跟BBC有關 產前輔導員應該輔導什麼 你覺得產前有什麼叫輔導 跟老公一起學習 如何去呼吸一起生小孩 那些呼吸法 老公在那裡牽著手 老公說他在旁邊做什麼 你說你那時候嗎? 你那時候是這樣的 你都說我兒子死了 我再提一些傷心事 再不是有什麼產前 是不是產前還是產後 其實產前產後都會有關係 產前產後都有關係 我知道 寫健康餐單、湯、湯水、補品 等媽媽吃了 因為大部份的媽媽是為人奶的 所以一個健康的媽媽就出了一些健康的奶 那就間接性跟寶寶有關 會不會有這些健康食品呢? 其實你這個說寫湯水、毒、食什麼什麼營養方面的 我遲些都有興趣去讀 但是要等疫情過後 好一點的時候 再開課程才可以讀 這個就是要進修的 對,要進修,我規定 哦,真的 好像打機一樣 有打大哥的 也不是的 其實這個不是必要的 純粹是我覺得我自己有興趣的 還有這樣也有用的 哦,真的不用進階 不像打機一樣 那這是什麼來的呢? 是不是印來摘肚 摘肚子,令它沒有那麼鬆弛 然後媽媽心情又好了 媽媽心情好後,就會對寶寶也好了 你應該會這樣逮捕的 我也覺得是 其實當時我是有摘肚子的 我一開始是想找我的摘肚子 拜他為師 但是奈何? 因為疫情關係 然後他就走了 他沒有在香港 我想找他 回到印尼嗎? 是啊 本來我找他 不是,不是,是新加坡 還是我不知道 他是跟了他的老公去英國 本來我是WhatsApp了他 我想放他為師 因為他摘得好 因為很多人摘了都說沒用 其實摘肚子是做什麼的? 是做什麼的?摘肚子 我猜了 我沒有摘過的 其實因為 當一個媽媽懷孕後 某程度上 因為你知道 一個這麼瘦的人 突然間這麼短時間 裡面又有個B 又有那麼多水 令到自己的身形已經變了 而且沒有程度就會水腫 那摘肚有什麼好呢? 你突然之間 B生出來 沒有水 你想想我肚子撐得那麼脹 那肚子不會突然間收到皮 都會摘著摘著 可能胸會掉到大腿 或者肚子會掉到腳趾 你當然試過了 不然沒可能說到 鋼活靈活現 其實摘肚是什麼呢? 就把這些多餘的皮 摘著摘著 摘著 我摘肚子 我想說我摘完之後 基本上我以前的褲子都得到 其實更重要的是 幫你的複殖肌歸位 複殖肌是什麼? 複殖肌是什麼? 我想很多人 除了你之外 我想很多人都會知道 大腿 你那兩條腹肌 其實你大腿的時候 會抹開了一條複殖 現在都有了 你應該不會很嚴重 就算是 我估計 那就是摘肚子 就把它摘起來 還有把內臟 放在正的位置 這個重要的 如果腸在胃上 你以後吃東西 就把複殖都掉在次序 你把內臟歸位 然後把複殖肌的複殖 夾起來 其實人就沒有那麼水腫 沒有那麼噴開 像寶珠姐所說 皮不會噴開 其實人們摘肚子 我想大部份女人 都是為了外表漂亮而做 很少為了自己健康而做 覺得極之為少 因為其實摘肚子 這件事頗為辛苦 對 我那時候摘了十天 是很辛苦的 摘著你 用這些拌帶綁著你 我摘的那個真的很有效 我想拜到胃絲帶 就像戴口罩 用一個摘著你很緊的口罩 摘著你十天你也辛苦 何況不止摘著你的口罩 對著整個肚子 那究竟是甚麼 其實你是否繼續要猜 那繼續猜 不猜 你開 會不會開猜的時候 吵一聲 這樣而已 還是很特別的 我不知道 總之這對於我來說 是很神奇的 高級催語及母語指導師 蛤? 高級催語及母語指導師 沒有讀錯 沒有讀錯 沒有 有沒有低級的 低級催語 有分層級的 有分層級的 催語嗎? 這方面我也有點興趣學習 好像男人也可以學習的 但是可以幫助老婆 你無緣無故不會跟一班人上課 可能是個別教授 你吹魚是吹甚麼魚? 其實那些人 其實吹甚麼魚? 你想吹甚麼魚? 我不知道 誰吹的 是甚麼? 其實哪一個吹 吹字是甚麼魚? 因為我未搞清楚 魚是否language 還是身體的某一部份 你說清楚 是牛魚 母魚的魚 真的吹那個魚? 是呀 真的 不是那個吹 是站人邊 不是吹魚的吹 是呀 站人邊吹 是吹世安的吹 是呀 哦 OK 是呀 你懂那些字嗎? 要不要WhatsApp你 我WhatsApp你的字怎麼寫 到現在都不知道甚麼叫吹魚 即是理解不了 其實呢 其實我也在表面解釋一下 其實吹魚師很多人會以為 只是產後 濕奶的媽媽才會找吹魚師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剛才有說到 我有拉到 產前其實也有用 因為其實有很多媽媽 在生嬰兒之前 已經決定了要餵毛魚 其實你有很多事先功夫是要做的 那不就是自己多喝點奶 令到你多喝點奶 就有多點毛魚 關不關事 其實奶不奶 有很多人就說喝牛奶好的 但其實我就沒有的 我覺得喝水比較重要 你有那麼多水 你才可以做到那麼多奶 你身體不夠水 你怎可以製造到更多的奶呢 所以那個吹魚 其實那些人經常說吹魚師 不只是說吹魚那件事 其實是會做這個 胸部提升 躍毀 還有空瘀 即是很多東西 即是按摩一樣 就幫人家 但是你很難找到一個人 去按你的胸部 其實現在說的是 有沒有生嬰兒的女人 都可以找胸部按摩 其實不只是吹魚師 其實應該是說胸部按摩 因為其實短了那麼長的年紀 都會提升 要做提升 其實很有用 我覺得很多男人真的很想 很想我 好像沒有男人可以做的 為何不可以 可能 為何你們這個性別其事 我可能很優秀 就是了 你們不要想到那件事 是壞事、色情 我覺得 我覺得OK 一個男的吹魚師 就幫別人其他他老婆 但香港還沒有 我覺得可以想想這件事 寶堅 我想到也興奮了 所以我覺得你跟你們說的 吹魚師這個名 吹魚師這個名 好像以前一個中學同學的名字 喂吹魚師 麻煩你 加工服務你吹魚師 叫魚師 陳魚師 人家姓吹叫魚師 有什麼特別 沒什麼東西 對 你不要那麼小學妓 想其他東西 所以我覺得 寶堅去做吹魚師 我也挺好 我覺得我有天分 我覺得你有 你快要加多年 多於練習 可能將來一定會很出色 首先你就要 找小矮人 小矮人 小矮人 首先你找小矮人 教你基本的 你不能浪費自己的天分 我看你的樣子 完全是吹魚師的神 好 好 認真 其實吹魚師有什麼 實際的工作 或者是準備 有什麼要讀呢 或者是你 說有一個認證課程 矮人 首先要知道 乳房結構 你會 大肚期間 或者之後 或者一個荷爾蒙 怎樣轉變 為什麼會 生了嬰兒之後 就會有冇遇呢 然後其他的 就是你的職業操手 還有你會幫那個 你沒有興趣的 我過不了這關 職業操手 不在讀 好啦 OK 他會通過的 我現在很簡單 說很多媽媽 用奶泵 可能說 尺寸 其實他們都未必選得對 我們會去幫他 量度尺寸 但這些是很私人的東西 你無緣無故不會 你自己很難量 其實有些事情就 如果你去找一個 好像吹魚師 或者胸部按摩師 去做一個產前的 胸部按摩的話 其實這裡就會已經 做了 你應該用什麼大小的泵 或者你應該怎樣配一套泵 是會最好 因為有些人 是會想 泵出來胃的 有些人是會想 被嬰兒捉的 是不同的做法 所以就 其實很多 要講就是很多話要講的 不只你有沒有雪心 因為我有胃 沒有愛 你知道喝人奶的寶寶是健康很多的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健康一點 但是那個 那個結合是很 你不會有跟其他人這樣 就是不同的 還有 你知道胃沒有魚嗎 不是說 生完胃就 放在嘴上就這樣 其實你之前要做很多功夫 因為突然之間 你會 因為嬰兒不斷摩擦媽媽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享受的東西 誒誒誒誒誒誒 不享受 這個就是 餵得不適合就是會這樣 所以 你又餵得來又要享受 而且有些人會怎樣 尤其是剛剛第一胎 生第一胎的媽媽 他們會用什麼呢 就用毛巾 未餵毛巾之前 就不斷用毛巾 磨乳頭的位置 就是讓乳頭適應那種磨擦力 讓他將來餵毛巾的時候 就不會突然有一種 那麼強烈 平時沒有嘗試過的感覺 我覺得對不對呢 用毛巾磨這個 我真的沒有聽過 但是 有點古怪 哈哈哈哈 但是 其實如果你餵得對 而嬰兒又懂得吃 所以剛才我還沒說 媽媽和嬰兒都關事 其實嬰兒都是要學 去吸毛巾 所以如果你餵得對 其實整件事應該是沒有痛 沒有感覺 因為我當時就是 覺得 小妃女都算很幸運 因為她是懂得吃的 我完全整個過程 我餵了她這麼久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痛 我又沒有損 我又沒有流血 所以其實 那個母乳指導 其中一樣就是要教你怎樣餵 或者教寶寶怎樣吃 整件事真是很搞笑 寶珠姐說到頭頭是道 又無根又成 完全是 聲明是 亂說出來的 幸好有少年人 這個那麼專業的 在補回票 下一節回來 我就想問多些詳細的東西 那些前因後果 說實在我猜了一節 究竟吹雨絲是否真的 坐中學旁邊的同學 那麼簡單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或者有什麼趣事 有什麼感動到小人 可能會小哭人 變成這樣做的情況 就下一節回來 再訪問一下你